美军印太司令警告中国不准对菲律宾动手 解放军用实际行动来回应 最近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爆发了一系列冲突 既有海上的也有外交上的 中方警告非方不要撒泼逞能 中方不会任由菲律宾胡来 非方继续嘴硬还拉上了美国日本试图搅乱南海局势 美国一看有鱼可摸立刻来劲 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在国会听证会上叫嚣 如果菲律宾有水兵会水手死亡 就能够援引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你看这话里话外就是想警告中国不准对菲律宾动手 中方早先说过美方想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来给菲律宾撑腰只能是痴心妄想 这次我们更加干脆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而演习的科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针对的是什么 阳市新闻披露 南海舰队某部在南海海域举行了高强度跨昼夜 多颗目的实战化演练 其中就包含了打击战损武装渔船 一提到渔船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 1988年314海战 我军在南沙群岛的赤瓜角海域 击沉来犯的两艘越南武装渔船 越方伤亡400余人 我军一人受伤 如今我们再练打击武装渔船 你放眼整个南海能对号入座的只有那么一个 就在前两天 总统小马克思宣称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对策 菲律宾武装部随后宣称将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到对人爱交的补给 除此之外 菲律宾方面还在黄岩岛附近集结了多艘渔船 伺机强闯我海军海警的防线 这是菲律宾的一条毒计 试图怂恿菲律宾的渔民和民船去做炮灰 然后渲染中国海军海警杀害菲律宾民众 但中方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一旦菲律宾民船渔船进入到菲律宾袭扰中国的前线 很可能被我们视为武装渔船 那么成为我们合法打击的对象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给马克思提一个醒 那就是在南海问题上试图绑架菲律宾民众 以所谓国际观瞻来威胁中国是一种很优质的想法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 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退上的余地 菲律宾的渔船大多数都是木制的 那么这些特有的螃蟹船并不适合海上对抗 比如说我们海军的炮弹 就连海警这个水炮都能够直接将船肢解了 再说跟我们比渔船的数量吧 有数据统计 2022年底中国可用于海上作业的机动渔船 大概是34.24万艘 南海地区我渔船相对集中的海域 也起码有10万艘以上 而且我们的渔船大多数都是刚制的 你要想玩海上碰碰船 我们那也是降维打击实力碾压呀 小马克思需要明白的就是 就算美国日本下场了 他们也得绕着走 信不信美国的军舰过来 也能打出本舰无铜 刮走无用的横幅出来呢